自流的感觉 真好看 几朵呀 123456789 真不错 高兴坏了吧 还有两个大型的 是吧 你看他们俩 行吗 这个腿拍太粗好了 那就长得粗了怎么办 又短又粗 为什么你俩想起泡脚了一行 累啊 解乏啊 哦 那脚酸的不行啊 干嘛去了脚酸 我们从下午一点 就出酒店 嗯 然后搬了这四个大箱子 搬到活儿站 活儿站还没有 就是那个 没有直梯 我们一趟一趟 脱那箱子 一个人 从小到大也没受过这罪 还得背着那个电脑 好难的就是 闷不动都拿脚拽那箱子 从英国逃到分了 从分了 逃回杭州 再从杭州逃到北京 舒服吗 不错 不错吧 这样子的话 人间脚都不会疼了 哎呦哪至于啊 真的 肯定如果不泡脚 肯定脚酸腿疼 反正跑完睡觉特香 都瘦了俩人 哎呦 那尖了脸都 想着吃馒头 这水开不用 不用 看人家仨人吃完 磨嘴走了 这又都是我的事 我刚才接到医院的电话 让我明天上午住院 太开心了 我可以走咯 管不着咯 来了 买菜的回来了 辛苦了老二 进 哎呦太累死了 辛苦你俩了 这是我们老大 还有男朋友 起菜 那锅涮肉是吧 这锅涮菜 行 聪明 一锅涮肉 一锅涮菜 就行了吧 吃涮就行了 嗯 割肉 嗯 要点 行 人家放嘴 这啥呀 两锅 这菜还没放 对 嗯 你给我没放 不好吃 这菜要不然炒了 晚上 这菜 好像不是涮 太香了 大家好 我是兰兰 孩子们一回来呀 我这婆婆嘴啊 又开始叨了了 说孩子 从小到大 只要我发现问题 我就一定 不藏着掖着 一定得说 而且当时说 我怕过后 我就给忘了呀 今天啊 等于昨天晚上回来 今天回来第二天 就被我说一顿 而且还是当着 两个男朋友的面 我一想 我就直到说给他们 四个人听呢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是花钱啊 我真是看不惯啊 都说什么月光族啊 什么的 那你现在是吧 两个人还没有上班呢 这不是吗 刚回来 这快递一个一个一个 人还没到家呢 快递就先来了 又楼梯底 一堆一堆的快递 衣服啊 女孩子爱美啊 虽然哈 他们也不会说 买特别贵的嘛 但是是吧 加起来不就是钱吗 再说了 你有衣服干嘛老买呢 我也不明白 你看我这粉衣服 孩子们上大学 说的校服 纯棉的 挺暖和的 不是 就是挺舒服的 他们买一个背心 一百多 我说有什么 具备一个背心 一百多 也没看出 好到哪去啊 我说以后 你们不能再买了啊 那你爸 你妈省只剪用 天天剪你们剩了 我说以后 你们再买这衣服 我直接打开 我先穿 然后给你爸穿 然后孩子说 妈你穿不了 我们的裤子 瘦 老二个 妈我们都多长时间 没买衣服了 我多长时间啊 我这不是都刚 是吧 你们走了才几个月啊 那几个月之前 不是一样都是照买吗 俩人不知事了 我们老二说了 妈 以后我不气你了 我也不跟你顶嘴了 我不说话了 还真不错 从回来以后 俩人没惹我生气 老大一早起来 就出去了 跟男朋友约好了 就买了好多吃的回来 然后一会儿老二又出去了 又买了好多吃的回来 然后回来 他们就都 四个孩子 忙着忙前忙后的 调酱 调酱 洗菜 洗菜 然后端锅端盆盆的 吃完饭 我说不能再让孩子们刷晚了 孩子们也挺累的了 你想两个上班 那个还拿电脑 上午还在这工作了半天 然后是吧 他们现在去照核酸去了 也快回来了 我又该准备晚饭了 本来呢 说不在家吃了 也省得您累 我们上外边吃烧好去 我说别去了 挺脏的 又贵 我明天 我说我就住院了 也不能给你们做饭了 这隔离这些天 老吃那个方便面了 因为他们吃饭店东西 吃不惯油太大 所以吃完就不舒服 我说也没吃什么炒菜 我说我给你们炒个菜 你说真是心疼孩子 累吗 也累 可是呢 还觉得明显懂事多了 反正 怎么说呢 孩子 无论他长到多大 他也是孩子 使不住 为他好 是吧 他能理解父母 那就理解 那理解不了 那做父母呢 我觉得该说也是要说 行 就跟大家聊到这 我要做饭了 好 我们下期再见 点加号 点红星 点箭头